日本核危機引發全球恐慌 輻射物質會不會飄到香港 一直都是港人關注的話題 天文台表示 在剛剛過去的星期六和星期日 在京視帕的監測站錄得微量的放射性點131 但強調不會對市民健康構成影響 星期六和星期日時略為有少許極微量放射性點的情況 它真的要做保護措施的話 是要到千萬份之一 如果是星期六的數據 是要到千萬份之一 即是要成大一千萬倍 才會對我們有影響 而另一個到3月27日 我們量度到樣本的數據 亦都要到350萬份之一 即是要它成大350萬倍 我們才需要做這個保護措施 因此它的水平是極之輕微 對我來說完全沒有影響 根據天文台的監測 星期六錄得的點131含量是62.5微倍 要在這樣的環境下呼吸2,400年 輻射量才等於接一張X光廢片 至於星期日放射性點的含量高了兩倍 去到186.9微倍 監測站亦有留意放射性不 但暫時未有發現 至於天文台星期二才公開週末的數據 是否延遲公佈 馬偉文強調 有關數據需要時間分析 在星期六的數據 是由星期六差不多中午的時候 去取得的這個數據 星期六中午 剛才說過要22個小時的分析 即是採集 22個小時的採集 跟著我們還要做一個分析 還要確認數據是否有問題 這是一個比較嚴謹的方法 其實我們今早一知道這個情況 已經通知大家了 他有解釋 由於放射性物質 是經過遠距離催離香港 再加上福島核事故 已經發生超過兩個星期 相信濃度已經棄色 此文無須競況 香港風範電視記者王子淵報導